香港的局势持续动荡 警方开始对付反逃犯条例的示威者 昨天已经把第一名参与示威的街头艺术家 潘浩超控上法庭 而接下来还会有更多人面控 母亲组织香港妈妈同一晚在中环举行和平静坐 为所有年轻人加油打气 经历了多场惊心动魄的示威行动 星期五晚上的香港 迎来一场温和的和平静坐集会 母亲组织香港妈妈 号召民众一起在中环遮打花园 静坐声援和支持年轻人的反逃犯法律行动 同一天早上 警方以袭警 刑事破坏 以及扰乱公众地方秩序等多项罪名 起诉31岁的街头艺术家潘浩超 也是警方第一个起诉的被捕示威者 警方已经放话 会陆续对付示威者 参与静坐的集会者高举步条 写上和孩子们同在 香港人并肩同行等字眼 为所有即将面控的落网者加油打气 同时要求政府停止对付示威者 马上取消逃犯法令 集会者强调所有参与示威的年轻人都是为了香港的未来和民主奋斗 他们是因为特区政府不愿意听取民意 才被迫上街示威 作为父母的会和他们并肩作战 所有集会者随后高举闪光灯 希望年轻人继续绽放勇敢 共同捍卫香港民主 为香港点燃希望 有意不再放我们好